哈喽大家好我是猫盾 首先先来和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新远征卡池的机制 那以后基本上新更新的武将都会以这个形式登场 远征招募池大池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没有心愿的普通武将招募池 那你在这里抽呢就等于是蛮抽 这个池子以后会有两种用途 第一是为了拿自选箱 然后这个自选箱的内容呢 会在每一次有新武将登场时就同步更新 那以后你抽了之后呢 就可以在这里面直接选到最新的武将 第二呢是为了补其旧的武将 那因为这个池呢是所有武将都会加入这个大池 所以你在抽的时候 肯定是旧武将的概率会比新武将更高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在介绍复刻池的时候 很多武将呢我只推荐拉到山火就好 因为你可以在这个池子里面再慢慢的补 当然这个只是平民的玩法啦 大佬一般就是直接拉满就对了 不用管那么多 当然这个 这种方式呢也只适合一些不需要武火就能玩的武将 那像巡律这种需要装武的那就不能等 因为你必须要抽装武 要用装武的话就必须要有武火 所以这一种呢就要马上抽到武火 至于一些山火也能用的武将你就不需要那么急着补武火 山火后再留着以后在这个池慢慢补就可以了 不过当然它也是会有一些局限性啊 那目前现在是22个武将 你要补到旧的碎片是ok的不难 但是如果以后等这个卡池超过50位武将的时候 你想要再靠这种方式来补那就很难了 那至于这个大池能够抽出多少新武将 等一下我们就来实抽200抽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数据 至于这个PU池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普通武将招募卷的心愿清单 那这个PU呢就像你选心愿一样 在抽中SSR的时候呢 就会有比较高的概率抽到你选的心愿 也就是这个PU 那当然既然是像心愿一样 那就代表它也是有机会会抽Y的 那么等一下同样也会在这个PU池10抽200抽 然后再为大家统计看看 看看200抽大池和200抽PU能把群愿抽到极活 好那我们就从大池先开始吧 根本下就会用这部的 Bold тем 完全有什么样的 就可以拿来一下 直到减的呢 它的规律 它的具体力量在流测 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数据 当然也是实力 在测语的地方 也可以用程度帮助 它们在丑林抑VER 都只是在外来 它们怎么进去 就像用程中的孔子 它们不良 獅子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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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3個 獅子2個 本來就是猜猜猜10x3 我來啦 好 âte 頭 太多 太多 大了 外面 尼泉 泥 泥 泥 粉 風 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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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死,只要追除將軍 招呼 獸彈 獸彈 血量降生 血量滾 血量超多 血量降生 盛顱 伤魂 大破怪獸 看神出玉 看神出玉 願為慶祐 看神出玉